這個函數應該蠻重要的,因為工作裡面如果會用indirect的話,很快你資料就把它抓下來。 它的概念其實也差不多,我們來看一下,比如說005,插入一個函數,檢視與參照裡面會有一個叫indirect。 這個indirect按確定之後,這還蠻好用的。 它裡面呢,什麼意思?你要抓哪一個儲存格的資料? 特別注意,這裡面的話會有幾個問題,第一個,它是要抓哪一個位置?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是005的這個位置,比如說005的姓名,當然你如果直接點下去的話,它會出現B7的訊息。 不過特別注意,這個地方indirect最容易出錯的是,如果你直接按確定的話,它會出現什麼? 請開頭的,表示有錯誤。什麼地方有錯呢?請特別注意,其他函數你一開,會自動幫你加上雙引號。 可是呢,這個indirect很奇怪,你一開的話,它不會幫你加這個雙引號。 如果你沒有加這個雙引號,它會不知道你到底參照什麼,因為它會把一個儲存格的位置用文字的方式來表示。 那也就是說未來,如果你要抓哪一個儲存格的資料,你要用那個文字的方式告訴它,如果不是文字,它也抓不到。 好,它這有什麼好處呢?按確定。有沒有?B7。 可是問題來了,那我怎麼知道這個裡面是B,就是說哪一欄,哪一點。 然後呢,會有一些問題,比如說這個B,如果將來我向下填滿,會變成C,變成D,變成E。 所以這裡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這個數字,把原來的數字變成英文字。 那這裡的話,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說,你可以查看一下那個內碼表。內碼表裡面,A的話是65,B的話是66。 那我們可以配合什麼?剛剛前面有講過就是你插入函數,可以配合一個。 其實indirect跟那個文字裡面有一個chr函數,是一個很好的partner。 因為如果你不會用那個chr函數,你indirect的使用上面就會很大的問題。 那我怎麼去抓到那個哪一欄呢?其實呢,如果你輸入66的話,它回來會告訴你66,就是B。 因此類推廊,那這個是內碼的位置。 那這個內碼的位置是固定的,是美國人設計的。 反正它剛開始設計那個鍵盤啊,裡面的大小寫啊,還有那個數字符號等等。 它總共就這麼多,128個位置。 它就是怎麼樣?填上去。 那其中的話,編號到66,就是大寫的B。 那以此類推,6768。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,希望向下填滿,會幫我出現B、C、D、E的話。 那這個地方特別注意,你可以在後面怎麼樣? 66,加上什麼? 欸?向下填滿。 那我前面不是有一個什麼?raw嗎?對不對? raw這個還蠻好用的。 你看它填號,用raw就沒錯了。 不過raw現在參照到現在的列。 那可是如果說你現在,把它現在的列4加進去的話,那會變成怎樣? 變成抓到f,所以你變成什麼?要把那個4給扣掉。 所以這裡的話,你把它改成62,打勾。 好,62加上現在的列,就剛好66,向下填滿。 放開,有沒有?b、c、d出現了。 那為什麼要產生b、c、d? 因為internet,它要你先提供它哪一欄。 ok,第一個。第二個的話呢,再告訴它什麼?哪一列。 所以把哪一欄哪一列把它拼湊起來,那就自動抓到你要的。 所以呢,第一個,哪一欄。哪一列的話,我們基本上就剛好是用什麼呢?編號裡面。 不,不,不,更正一下。編號裡面的列,我看看。編號裡面的列是第七列。 那internet則是直接抓這個工作表裡面哪一列。 所以基本上005剛好也是第七列。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怎麼樣? 把這個訊息把它複製起來。然後放在原來b的位置。 那後面7放什麼呢?就乾脆放它現在編號的位置。 所以基本上的話,我們編號的位置加2。我看,這邊先一個b,然後後面串接。and。 串什麼呢?串這個。它現在的位置加2。它現在的位置005,加了2,運算變7。所以把它串接在一起,那就剛好b7。OK,試一下。 再來c7。OK,打勾一下。OK,沒錯。所以串接完了。這個加2,因為編號嘛。那我要剛好是現在工作表裡面的第七點,把它加2。OK,打勾。 如果向下填滿的話,記得把那個h3的位置鎖起來。那其實鎖列就可以了,把它打勾。打勾之後向下填滿。 那理論上,我們的向下填滿如果會增加,所以會變成b本來是b7,c7,d。 剛剛好,向下填滿看看。OK,放開。然後你會把它自重一下。 基本上,它就會自己幫你抓到什麼?抓到它其他的資料。沒錯。然後一樣,換一個004,enter一下。 OK,好。那利用那個index方式,就可以抓到我們要。不過這邊當然相較於index的話,可能稍微相對的比較複雜一些些。 為什麼?因為我們要抓的是什麼?它是哪一欄?它是哪一列?那哪一列指的是這個工作表的實際上的列喔? 不是指的是它那個範圍的列。OK,所以這裡請各位試一下,利用那個index方式幫我去抓那個上面的字。